一段时间了 我希望我们能好好地谈下去 最好是能结婚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的交流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 她总是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而我的想法 也不知道怎么去传给她 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总之现在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不是很稳定的 她疫情朋友太多 而且经常出去玩 我真的很生气 她有时候和我吵架 我真的不能理解她为什么生气 现在我还在上学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必要 但她总是觉得有另外的想法 我也不能太理解 她想着见父母 但我年龄还小 真的觉得还没到结婚的地步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赵先生21岁 来自哈尔滨学生有请 女嘉宾王女士24岁 来自哈尔滨销售 有请两位 有请 我这一读资料 我在结合小片 好了几年啊 半年 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好 半年啊 对 在哪认识的 怎么好了呢 在哈尔滨的一个酒吧 然后当时我们是跟朋友去玩 然后她当时也在那边 然后就聊天 聊认识 我在酒吧上班那个时候 做什么 我那边学院做销售 谁追的谁啊 我这一方 好 这就半年啊 半年左右 最后就来到这儿了 我今天是来制裁她的 来 说说为什么要裁 来 制裁 不是裁 来 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人正解在一起的话 是在今年年初 就是情人节前两天差不多 然后到现在半年了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感情我个人来说 绝对还是很好的 对 她也很 对我也很体贴 也很就是关照的那种 然后也很在乎我 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都想到的是我 然而现在不知道 发生了些什么 可能是我哪里没做好 还是说 她并没有认识到 她哪里有问题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然后我个人 是比较爱说的那种的 所以我会每次都会主动 去找她聊一下 但是她并不会回应我 什么话都不说 那你制裁她什么呢 之前我有一段时间生病 当我自己在家嘛 就是当时是难受到 四肢没有力气 没有下不了床 就很难受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秒接 喂 干嘛 我说我有点不太舒服 你能不能过来照顾照顾我 然后她说行 那我马上来 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人影 她家其实到我家 距离很近 大概十几分钟就能到了 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呢 这是半路路鱼车祸了 还是咋的 就是让外星人给抓走了 这是 然后我就 电话又打过去了 接了 我打游戏呢 你等会吧 行 那我不等你 我自己去医院 我去医院之后查出来 说是即兴肠胃炎 在诊所打点滴 然后她过了好久 给我电话打过来说 我去你家没找你 人在哪儿啊 我说我在医院 我在哪儿哪儿 你过来吧 然后来了 来了之后往这一坐 问我怎么了 我说即兴肠胃炎 一人怎么说的呀 打针 行 然后坐在旁边打游戏 还在打游戏 不是 当时 当时我听你狗胆话语气 我觉得你没多大事 你当时特别平静 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我腿断了 你来 你会一滴时间冲过来吗 那如果你真腿断了 我肯定会冲过去啊 而且你当时也没说 你就说你难受 我只能告诉你 我不舒服 你能不能过来找我 而且我也不是医生 我怎么去判断 我到底生没生病 我不是让你过来照顾我吗 然后说坐我旁边打游戏 好 打游戏 打到手机没电了 完了 不吱声了 看看我的调屏 然后再看看我自己 没说话 我当时心里一搁腾 我说这孩子肯定 心里犯什么虎呢 紧接着我那会儿吧 是有一种就是应急反应 我那个手背特别疼 就血管疼 然后医生就把我那个 速度调成最慢的模式了 他就说你这个得多久打完呢 我说差不多得几个小时吧 这么慢的 你是不是挺着急的 我给你调快点吧 咔就调到最快去了 那我不是看你打得到 太慢了吗 几个小时打就打得那么丁点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手背很疼 医生也说了 医生还在我面前说的 当时你就打游戏 什么都不听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也什么都没有听到 真的是 我错 不是 我当时都问护士了 我说可以稍微调快一点 对 这就别辩解了 这个就年轻嘛 不懂得照顾人嘛 不知道怎么照顾 咱们往好理说就这么说嘛 往不好理说就心里没你嘛 然后他背地里 还经常对我有怨念 他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那你总跟男生出去喝酒去 那谁男朋友 谁没有怨念啊 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你是不是没磕绕了 没话说了 给我把这话给抬出来了 那这不就是这么个事吗 是这样 我们俩 我们是怎么的 就是我工作的关系 我的男同事会比较多 然后我这个人还好说 性格稍微外向一点 然后每次都是我就是 朋友可能男性会比较多一些 他之前就给我产生了建议 他说你说你男生这么多 我作为你男朋友 你说我怎么想 我说行 那我以后就离男生远一点 我离疫情远一点 我跟女生在一块玩 这样你没意见了吧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我每次都给你打 特别多特别多电话 然后你就偷门的 去洗手间接一个 那你真要心里没鬼 你偷门躲什么呀 然后你还说 你跟你姐妹出去 然后有一次你出去 跟你说你姐妹喝酒去了 我现在就挺晚的 这个小姑娘不安静我就接一下吧 你死活不让 完了吧 回来之后是一个男人送你回来的 那我说要去接你为什么不让呢 特别是好朋友好姐妹那种 只要中间有个性格比较烈的 你拿电话 接电话不行包使 淘酒不行继续喝 就把电话直接扣了 根本就接不着 我是偷偷去厕所 我说我去个厕所 然后偷门把手机带出去 给你接电话 然后你说的那个男生 那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你没看见我闺蜜坐副驾驶上的 那你心得过你闺蜜男友 你心不过自己男友啊 你可太厉害了 那我不是大半夜的 我怕你出去就不安全吗 我一个男生呢 我什么不安全的 那人家正好男朋友就在那呢 没喝酒 那把我们一个个送回来的 那怎么了 那你还我还能 我还能当着我闺蜜的面 跟他男朋友搞点什么呀 男生不太信任女朋友是吧 是吧 放心不下是吧 是不是啊 是啊 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我刚刚说的那么 行还有什么 上次跟我吵架 就是说这事 就是说这异性喝酒这事 完了跟我说 说瞅你这样 什么那个 你看我以后要跟你结婚 我还能好过 那是 那跟你说 你有脸提结婚吗 你有脸提吗 我没脸 之前我五一的时候 我带他说 我跟他说 咱五一放假 你上我家那边玩 顺便见见我爸妈 不的 就是说 哎呀不好 不去了不去了 我说行吧 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去了 我说那这样吧 你带我去你家吧 我去你家那边 我没去过 我去玩两天 你怎么说的 那我当时不是觉得 那会儿我还觉得 我太小了 咱俩就没有到 不是 你是觉得我是去逼婚的是吗 我进你家门 我说叔叔阿姨 想让你儿子嫁给我 你是为了干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 哎咱们放假了 然后毕竟也是认真 谈谈女朋友关系 对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 跟你说的很明白 我想好好认真的发展 真的感情 你也是认同的 我就是想认识一下 你的爸妈有问题吗 咱又不是说 那个什么小孩早恋什么的 爸妈还得背着 都满18岁了 问题是咱俩现在都没互相了解 你了解父母干什么 没互相了解 那咱俩做朋友 那会儿有什么呢 你对我那么好 我对你也很好 你对我那么照顾你 你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你就对我那么照顾 那倒不是 有意思了 其实才认识三个月 女生就想见家长 男生就没让 我理解对了吧 我就是说见一下 我也没有说是去那逼亲 或者说是 那个去拿着礼过去 说哎呀那个爸 我想那个 就是当你们儿媳妇 他也有权利 拒绝你的要求吧 对可以拒绝 关键是我跟他后来谈了一下 因为那个五月 就是后来嘛 后来八七八月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这样 我说那个 有时间的话 我想真的 我想认识一下你父母 就至少认识一下 至少你父母也知道说 啊我儿子有一个对象 是谁是谁 就是 他不愿意呗 那我告诉家里了一下 他就很拖 就是也不直面跟你回答 他也不说是啊不行去 然后也没说啊可以去 就说啊那个这事 还两天吧 就这样 每次都是 我跟他无论他怎么谈这个事 他就是把这个事情 一顿地往后推 你推什么呀 不是 你这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呀 我是很想跟你好好谈下去 是问题是咱俩现在基础都没打 没打 咱俩出问题了 我都是主动找你谈 主动去找你解决的 对不对 对 你跟我解决了吗 我每次跟你说 我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闹挺不愉快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 他就跟我说行行行我错了我错 我说你错什么 他说你不就想听我说这句话吗 你不就想听我说我错了吗 我是想听你解决事情 然后你什么都不说好不好 你到底想怎么解决 你也不说出来 然后你一直在生气 我是跟你说的 我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怎么想的 你说 那就照你来的说了 半年吧 这都很正常的事 还有什么事啊 我之前给他介绍了一个兼职 他不上学吗 正好在放假 我想说咱们那个找找工作 你可以积攒个精力啊 然后或者攒点钱 然后以后应急什么的 你现在毕业了吗 孩子 现在毕业了吗 已经毕业了 我给他找个兼职 他在哈尔滨那边的话 是一个月是三千块钱 跟我说我要去买相机 三千块钱的工资 你拿两千期去买相机 你怎么想的 那我不是觉得 我上学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钱的地方 你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个先来呀 那有意外 有意外和意外解决的办法呀 我又不是就是头脑一个 就是说买什么买什么 那我自己的钱 我还不让我自己决定 我怎么花的吗 那我说我帮你理一下 才怎么了 那你存的时候 你给我解决一解释 你拿存着我的钱 然后你不告诉我 你买了个包是什么情况 那包不便宜啊 我不钱不够吗 钱不够 然后拿你说 不是 你是我男朋友 我真的不说别的 你是我男朋友 我觉得我花点钱 没什么 那你说这个钱 不是存着以后用的吗 这就是你说的以后用的 我可以后来再补伤啊 那你至于因为这个 是三天不理我嘛 把我电话来黑 微信来黑 什么都来黑 我根本就找不到你 我上人家敲门 你也不开门啊 反正你朋友 我一找你朋友 有朋友就说 哎呀我管不了 管不了 你直接找他去吧 这事 你是在你朋友面前说了我多少坏话了 你说这事给谁管得了 不是咱们把这事说了就算解决了 也不是说清楚就算解决了 有些事不就观念不认同吗 他对你花他的钱很有意见 听明白了吗 他对你现在要求 他带你去见他的父母 他很有意见 感受到了吗 姑娘 但你有意见你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说 那你为什么不说 不是还要说吗 不是还要说你听吗 我听啊 我去主动找你理解 我不就是听你是怎么说的吗 关键是你什么都不说 搞得我一个傻子在那里 一个人演小丑一样 我一个人在那里跟你吵 然后你就什么都不听 我走过来就行了行了 就这样吧 当初你看上那小伙子什么了 他对我特别的关心照顾 就我发朋友圈 比如说我生儿病啊 或者怎么样的 他第一时间去给我买药 又给我买饭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你看上这姑娘什么了 我就觉得当时这个姑娘 然后人挺好的 就是聊天聊得蛮来的 然后想试着接触一下嘛 试着接触一下 对 后来 通过这个对 后来就发现 的确可也是我心里 是我喜欢的那种 然后就 通过半年的了解 你在对她的评价是什么 跟我想的的确是很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不一样咋不跟你说分手啊 说她听吗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分手了 少说了吗 不是你什么时候说的呀 不是我最近难道就没跟你说吗 你是每次是每次我都是你就说 哎呀是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话你听进去过吗 每次发生事情我是不是都跟你说找你解决 然后你跟我说什么 你每次就给我回那么两句话 你说那句话全是无力气道 是我不听不懂分手 那两个字怎么发音嘛 分分手手 是哪个音我不明白吗 但是你怎么回来 而且分手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啊 你什么理由不给我 每一次发生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解决 我很累呀 但是我 我每次说分手你就说 哎呀这个是能解决 为什么要分手 多大事 然后你现在就拿这些事情出来 当特别大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做 我只能妥协你 你是想让大家帮助他 意识到有问题是吧 对 你又没有意识到 他就是要跟你分手啊 我觉得真的不像 就是我也不是小韩 也不是没有谈过你啊 你今天来是要跟他分手啊 还是怎么着啊 嗯分手 行了老师们你们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到了这一个场合平台 是不是胆子大了很多 是 我感受到了 他今天到这个平台 还真是来借胆的 而且刚才我也 不由自主地听到女生 你吐出了一个词 这个孩子 我当时很惊讶 你们两个人是恋人 他又不是你儿子 怎么会吐出这个孩子呢 所以 在你们的恋情过程当中 女爷还真是站的比较高 看着他比较低 他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你让他去做兼职 赚了三千块钱 他想用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 去买自己喜欢的相机 我认为是没有错 由于你的反对 并提出你替他保管钱 他也乖乖地让你保管了 这是一种信任 但结果 你拿去买了自己喜欢的包 他对你的信任就荡乱无存了 甚至他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小伙子说的没错吧 对 的确是 你们现在两个人的问题是很明晰的 你认为我们应该谈婚论嫁 小伙子认为我还没有长大 他的潜台词是 我根本没有看准 你就是我要的妻子 所以他在你的这样的恐惧和压力当中 他会经常心地认错 我认为对他来说 这样的恋情 他会感觉越来越难受 所以你今天应该在这个现场 彻底地施压 你懂的 好 谢谢薄红兄 来 刹那老师 人家哪有感情啊 更别谈爱情啊 互相不关心 没有信任 然后两个人都自私自利 但我想说一些女生更多的问题 你看似伶牙俐齿 但其实你字字句句都在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你每天都生活在这样把酒言欢歌舞生平的情境当中 然后呢 交了一个男朋友也不是踏踏实实死心塌地的 然后他在意的事情你也不会放在心里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会有一个男人真心地来爱你吗 我觉得你是我男朋友 花你点钱怎么了 那你当时给他介绍工作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他出去给你挣钱吗 所以如果把刚才你在台上说话 还有这些事情所有的都联系到一起 再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看 你的样子非常不好看 所以你们两个人呀永远就是这样 吵来吵去也没有什么结果 因为压根就没爱上嘛 谁也不在乎谁 就为了发泄情绪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今天已经有人提出分手了 那咱就赶快分 本来已经把你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了 你再不尊重自己再不爱自己的话 会更难看的 然后我觉得你的生活态度要变一下 否则的话不会有男人会真正爱上你的 会踏踏实实跟你在一起的 你碰上的 就算这个男生是个好人 但他在对待你那一面 也不会拿出真心的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我觉得女生其实是个蛮不错的女孩 对爱情呢 抱有了非常高的期待 你就犯了一个错误 太着急了 太过于着急 你把她给吓跑了 你甚至于听你的故事都把我吓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才认识三个月 就要去见她的父母 不知道为什么 你连她身边所有的朋友 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她说什么 在你面前她根本就没有自我 被你步步紧逼之后 只能说我错了 言下之意是什么 我错了 我选择你跟你在一起 我认识错了 她刚才说的一句话很清楚 说咱们的基础还没打明白呢 怎么就要见我的父母呢 所以刚刚哪到哪啊 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即使说爱情我没有激情 但是也要按着节奏走啊 你不能一下跨越了几个阶段 你会真是把这个小孩给吓跑的 下段恋情一定不要这样了好不好 不是你认准的人 那个人就一定会认准你 明白吗 小伙子有什么事情要大胆地说 两个人的感情没有谁对谁错 你要觉得不对 你要觉得她现在 不是你当时认为的那个人了 尽早说清楚 如果一个人都没有胆量说 我自己真正怎么想呢 那你也没有资格去谈恋爱啊 这么虚情伪溢的 你舒服吗 你根本不关心她嘛 对不对 否则怎么可能在生病的时候 你在打游戏 她在躺上病床的时候 你就希望这个速度快点 不过她健康 所以说找一个真正对的人 谈一声好的恋爱吧 好吗 好 尽早分手 我对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来 图老师 姑娘 你什么学历啊 我是大专手 你呢 我是刚第一 我两句话评价你吧 想玩你又玩不起 想不玩你又不自律 知道什么意思吗 玩不起是你年龄玩不起 人家可以玩 人家还是小孩呢 你玩不起 所以一直想见人家的家人 但你自己要正儿八经过日子工作吧 你又不自律 哪有一个女生一天到晚喝酒的呀 我从来没听过一些女的在一起喝酒 她不能看手机 真是比爷们都爷们 所以这样的节目一播 你刚才描述的生活场景 在我们眼前一浮现 你觉得她母亲还会接受你吗 所以 这件事情 完完全全在于你自己 你甭管你找或不找男朋友 你日子都不能那么过 做销售也有销售的生活 本来一天就够累的了 晚上不能学点别的东西 如果自己要自律 就甭想着花小男生的钱 你要是正儿八经 真的想谈一段恋爱 找一段美好的婚姻 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自己怎么做 应该找个什么样的人 谈恋爱就有个谈恋爱的样子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我是她的父亲 或者是哥哥 我是不会允许她跟你谈恋爱的 我觉得怕被你给带坏了 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过好你自律的生活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话都说开了 俩字分手 剩下你们看着办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 我知道我这个人 这么来说其实还是 我不能说没有优点 但是还是很大的缺点 也是我爸你皮太急了 我一直可能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我以为 你会长大 你会成熟 你会越来越爱我 我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可你一直在想让我改 然后你自己总说是跳我的话 因为我想让你说出来 我想让你说出来 我好知道我哪里不好 你不说我也会意识到 但是你一直在处处针对我 就这么几个问题 实在是受不了 可以分手 但是我还会消息爱情 但是这样的爱情 我不能带来第二次 你坐在哪儿 为何我深爱的她 眼泪又一次落下 我们这样的感情 你坐在哪儿 谁能给我一个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人生谁还不犯几个错误啊 但是摔倒了要把教训 记在心里 下次不再犯 女生最后的态度 倒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还会相信爱情 也向男生俱立功 如果你们曾经还有过 好感是真的爱 那我觉得还算一件幸福的事 就害怕你们彼此曾经 都是以一个游戏和玩乐的心态 开始一段感情 那这一年或者这半年 对你们来说 其实都是灾难性 祝你们未来生活路能走得更好 来 接下来看看他们 最终的选择是怎样 是双双离开 还是又回来了呢 请开门 by bwd6